- 技術问题应该解决了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就是 用Lavel快速做出电子报系统 可能有些人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主题 我等一下也会一起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的话我叫苏苏 我自己平常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也是做后端开发的 Lavel也是我的赚钱工具吧 吃饭工具 所以我平常开发也是用Lavel这样 我一样是CoachCup的志工 那今年的话我自己就是做的项目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今年是成立一个组别叫摆摊组 然后我是摆摊组的组长 那我的志工的工作内容 其实就是到处到其他不同的活动去摆摊 所以有可能你们参加其他活动也会看到我过 然后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旅游这样 对那我的自我介绍就不废话 我就先这样 然后如果私下有任何问题也是 就是结束之后也可以来问我 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我是CoachCup的志工嘛 所以我或多或少还是会比较关注一下CoachCup的就是有什么东西 对那CoachCup的今年还是 他应该去年就有了 就是做了自己的电子报系统 然后我是想说通常电子报不是大家都是用现成的软体吗 那为什么CoachCup要自己做 就是感觉很麻烦 对那但是我想说他要自己做应该也是有自己的理由吧 所以我就也是认真研究一下就是做电子报的好处 然后也有问过做电子报的那个开发者说 为什么你要做电子报 然后他就是说第一个是不会被平台绑定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服务的就是他的生命周期有时候都很短 就是一个什么资金锻炼啊什么他可能就会消失 或者是说开发者不想做那他就会不见 对所以就是他不会被平台绑定 然后再来是其实电子报的话 大家应该会在意的是开信率 对不对就是如果开信率能更好的被追踪 或者是说他可以细到用什么装置之类的 那我们说不定就是如果你用别的电子报平台 其实也不一定可以收集得到 对所以说就是那时候他是说如果用电子报的话 也有可能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然后再来是就是信件内容它可以设计得更符合自己想要的样子 就是不用去套别人的样板 对那所以说统计了一下电子报好处大概是这些 那他其实不是用Laravel做的 他是用Python做的 那就是他那边的演讲 他其实也有另一个演讲 然后刚好跟我撞时间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推荐你们也一起去听 那他们那边会讲更实作的细节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想说 那既然就是他做了一个这么复杂的系统 那Laravel要办到的话 就是会不会很难 因为我就想说他电子报我还要会发信 然后我还要会刻那个画面 是不是有一点对我来说难度很高 因为我是做后担的嘛 然后就是前当我其实也是不太会用这样 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来研究看看好了 那其实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Laravel它有一个叫做Mail的套件 那这个套件它就在官网 就是它不是一个你需要额外安装的东西 它就真的就是包在Laravel的框架里 所以说就是你用这个套件的它就能做到 然后这边我就列了一下 我觉得它很适合很适合拿来做电子报的原因 那第一个是它支援了有SMTP的的那个协定 对它有支援这个协定 然后也有支援各大邮件的服务 所以就是支援信算很完整 然后再来是它也可以支援Markdown语法 因为如果说你每一次做电子报都还要自己写HTML 应该是会蛮累的 对所以就是它其实可以支援Markdown语法 那你只要刻出它的样板之后 你到时候就是里面的内容就可以用Markdown来做置换 所以其实蛮好用 那再来是它也可以客制化自己的Template 那接下来的话我会就是着重在于 教大家怎么去用Markdown的语法来做电子报 然后也可以就是教大家说怎么客制化自己的Template 然后还有遇到一个我现在有小小卡关的问题 那我就是到时候就一起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先讲一下前置作业 因为我刚刚就讲到说SMTP跟 就是SMTP跟其他的电子服务 电子发送电子邮件的服务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 然后又哪个比较好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Ravell官方的文件也有跟你讲答案 它这边的英文文字是我从它的官方文件上面复制下来的 所以说就是它就是写说 其实API Base API Base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电子邮件的服务 然后你call它的API的话 你就可以请它帮你送邮件 它是说API Base的话其实是比SMTP还要快而且更简单 所以说它就是建议你可以用API Base的方式 所以就不用考虑了 我们就直接选API Base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申请Email Service 那它这里后面有写说什么 MailGang啊 然后PassMark 就是这些其实都是蛮有名的 就是寄Email的服务 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Amazon吧 就是Amazon它有一个电子报的服务 然后我也是就是叫SES 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想说Amazon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然后比较好可以查到说怎么去用它 所以我就直接选了Amazon的SES 那在这边我觉得我想要先跟出 就是后面怎么做我觉得其实都都算还OK 就是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申请Email Service这边我觉得我自己卡关了蛮久 因为你其实是需要去了解说像我下面列的SPF 然后DKIM跟DMark是什么 然后那时候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些协定其实是来保护 就是保护被收件者它的就是 它不会被那种就是垃圾有件攻击啊 或者是诈骗有件攻击的一个手法 所以说你这三个东西一定要设定好 不然你没有设定好的话 它很有可能就是会被你挡下来 就是他们会把你的邮件挡下来 那这个的话我想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这边附上的连结 那这个其实就是Gmail它自己写的 就是协助防范就是假冒邮件 或是网路诈骗邮件跟垃圾邮件 那这边其实就是 它写的非常详细 就是说SPF是什么 然后DKIM是什么 跟DMark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 对做电子报有兴趣的话 这个是一定要做 比你怎么开发还要更重要 因为就是如果你信一寄出去 然后你被spam了 就是你之后要再寄可能就很麻烦 你要再花很多力气再导真回来 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个就有设定好的话会比较好 好 那就是我这边就是前置追大概就到这样 那接下来是我要讲的是 使用Markdown写电子报 那就是这边的话 呃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发过Lalavell 但是Lalavell它其实有一个 就是它很方便的服务就是 很方便的功能吧 就是你其实去下一个指令 什么PHP Artisan 然后Mac什么什么东西 它就会帮你把就是 那个页面直接券出来 就是它的基本程式码什么的都帮你写好 所以你只要在就是这个 这个样板里面 就是它帮你券出来的那个档案里面 再去修改 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对然后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本身就是想要选择 用Markdown写电子报 所以说Markdown的话 它直接就是跟你说 要GeneratingMarkdown Millables 那它就是直接就是跟你说下这个指令 然后后面 要加简简 没有Markdown 然后后面就是你Template的名字 那就可以直接就是 它会帮你券出一个东西来 那这个我等一下就是可以 稍微简单的Demo给大家看 大家会比较清楚 所以就是你这样一键下下去 你的就是Template 你的就是Template 其实就很简单的就建起来了 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那这个的话是 我建起来之后 然后自己寄信给 就是里面自己乱加了一些东西 然后自己寄信给自己的样子 然后 我就会 就是它就是长得这样有点丑 然后 Logo那边会破图 然后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 对 然后 所以说就是 我觉得 就是现在的电子报是这样 然后我想要给大家Demo看一下说 我 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可以把它变成 类似这样子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Costcap的志工 平台他们发信的公告 那我 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刻的 这么漂亮 但是是有办法做到的 那我等一下就是会 稍微Demo一下下就是给大家看 就是说我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有办法变成这样 好 那 我们先回到 这一页 那我就是按照 等一下喔 按照 按照 按照Label他的 教学 教学来 来去操作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Mail的套件 就是 我讲的这一切 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这一页里面 所以你 到时候想要再做的话 你其实不用担心说 就是做不出来 你就是这边 然后他的文件 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就是按照他这边做一做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们一定都可以就是 就是 就是把它弄起来 好 那我先找一下那个 Markdown 那他就是在这里有一个 Markdown 然后 就是这边都有一些说明 那我就按照这个 然后复制起来给大家看 好 那就是我这个指令下下去的话 他就直接就是这边就会写说 Create successfully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会 会加什么东西 哦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 就是 这个 就是oldership的 他其实就是 会帮你建一个class 然后这个class的话就是 就是可以寄没有的class 那你要操作Mail寄什么 或是就是有没有要加附件的话 其实就是都在这个class里面就做好了 那后面减减markdown 然后后面等于这一串的话 他其实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Lalabelle有一个叫做blad的功能 那他就是可以用 就是Lalabelle的一些语法 就帮你 捐出一个简单的页面 那这个其实是 一样的概念 那我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就像 这个是我刚刚就是下了指令之后捐出来 那他就是会有 这一些object这样 那这个envelope的话 你就是可以在这边 加你的subject是什么 就是 你的标题啊 就是阻止 然后再来是content 就是他会切到 就是markdown的语法 然后 他是在这个blad的里面 然后去做就是转写这样 好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卷出来的 这个blad的会长怎样 就是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有message 然后message里面 你可以再包bottom 然后之后他就会 就是他也可以就带变数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 就是做一个很弹性的界面 好 那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我刚刚下指令的demo 但我其实已经先 先自己做了 就是我先回到刚刚简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建起来之后 然后内文打一打 其实他就是变成这个样式 然后 但我至少想要把它的底改成绿色 那 那 我如果说要客制化的话 我要怎么做 那这边其实也有 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写 对他这边其实也有 就是一个调整电子报样式的方式 然后他一样非常简单 他就是叫 就是vendor publish 然后下这个指令之后 他就会帮你建出很多 很多那个 刚刚我给你们看到的那个tag的样式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里面去做调整 这样 好 那这个指令因为我刚刚已经 我其实已经下过了 所以我直接给大家看那个 资料夹 那他下完之后他就会在这个 vendor的资料夹里面有一个 mail的资料夹 然后他就会有分html 跟text 那text的话我后续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 那样式的话 其实就是在html这边是 就是 就是在html这边做调整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blad 他是不是就是 xml 然后message 那我们就直接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message的tag的话 你就直接在message这边点开 那大家看一下就是这边 就是message就会有分什么layout啊 header啊 然后footer这样 那你就在这边去就是调整样式 然后他这边footer的话也会有对应的footer 这样 就你就在 在看他是后面是什么 你就找到他的这边去做去做调整 然后sims的话就是给你写css的地方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底色我就直接在这里调整了 就是什么body的background就直接调整成coscop的颜色 这样 好 所以说 呃这边是这个是我调整完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果 看一下哦 呃在讲成果之前我先 再往下讲一下 对就是 在你寄出电子报之前 就是你总不可能就是改一下 然后就寄一下嘛 就是浪费浪费到你的code 因为其实测试的话他也是会有code 就是好像只能200次 不知道多久200次 所以就是 你可以先确定说你的程式码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寄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欸到底要怎么预览啊 就是他也不是一个 就是完全真正的blade 这样 然后结果我又在 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一页就是找到答案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preview 你的mail in the browser 所以就是你只要在你的route那边 写一个这一段程式码其实就可以 那我这边有做出来就是 就是呃这边我先给大家看我的preview 这边 那就是我 就把底色改了 然后上面的logo换掉 换成codecup 然后中间的话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 就是写markdown的地方 然后外面是自己 自己刻的 那因为他的是 比较宽啦 所以就是会看起来像这样 对 然后下面就是放一些 就是sns的logo这样 所以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改的 因为像footer的话我那边也有动 就是这边我会把它加一些照片上来 对那大家就是可以记住一下 这边的 这边的连结是不知道哪里怪怪的连结 对不对 这个我其实是上传到google 然后复制它的连结来这边 然后想说哇很漂亮 但其实这个会有一点 会有问题 那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 好 那对那我们就是刚刚看了那个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把它调整成了样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终于要记信 那记信的话也就很简单 它就是 这边就是mail tool 然后你也可以 就是mail tool后面其实可以放的是email的 就是那个网址 你的位置就是 什么edgmail.com那些的 然后也可以就是cc给更多user 然后这边send的话就是 直接放进去你 我们刚刚成立的那个class 就是就是什么oldership的就放进去 那就按就是 就执行这一段程式嘛 它就会记信出去了 好 那这边的话我也是寄给我自己寄过 看一下喔 我给大家看寄过的样子 然后其实寄过的样子是有点失败 因为你看它的logo会破图 然后下面这个图片也显示不出来 那这边的话那时候我想说到底 到底为什么 然后我在猜应该是因为它的那个 连结啊它是mail 它可能 因为那个如果说它是第三方的 连结可能会有点危险 所以他们有些mail service 它会把你挡下来 所以它就是显示不出来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要有自己的图片什么的 其实它还是放在自己的主机 应该是会比较好 对那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我的就是专案 bue上 线上 所以它这边也是读不到 所以就 就对就是 有点显示不出来 那这个就是大家 如果真的要开发的话 再自己注意一下 对那这边的话就是 就大概是这样 好 那 诶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 然后最后我再给跟大家补充一下 其他的东西 就是 呃大家刚刚给你们看到那个 显示 就是自己客制样式的地方 是不是除了html 还有一个text 那text的话 其实我去查了一下 它叫plan text mail 那plan text mail的话就是 有些时候他们 呃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 显示html样式 他只想要看到文字就好 他连图片什么的都不一样 所以说就是 你最好记信的时候 就是记两个版本就是 应该说他可以设定啊 就是text是什么版本 然后html是什么版本 这样子的话就是 你你就 他们有一些就是用text plan text没有看 email看到的话 他就会 比较可以显示的出来 这样 然后再来是因为 寄email的话他 如果说你的人数很多 你其实会花很多时间嘛 所以你可以用 qemail的方式 然后 他这个lava mail也有写的很清楚 要怎么去 就是去指定说 要用q 就也是很简单 那有链接我就放在这里 然后 就是大家写完程式之后 应该是会想要写测试 但是email怎么测试 他也有写的很清楚 那我就 呃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没有再额外讲 对那我就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简报 到时候再来释出给大家 就是都有链接 好 那 就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 有没有什么 就是问题 好 好 是 有一些mail system它可以支援一些特殊的css 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另外一个mail system支不支援 那我 有没有什么一个有效率的工具可以把我写的样式 尽量转成 每一个mail system可以支援的这个 的那个template 然后 它也可以检测说 在你发送之前 它可以自动检测说 帮你评估说 它会帮你列出说 你的哪一个样式在哪一个system里面可能不支援 像比如说一些flase 它可能在google mail gmail里面是不支援的 对 这个的话我其实还没有去研究 不过我在想它 它那个什么mbn是不是可能会有 他们不是都会有写说css有支援哪一些浏览器啊什么 我在想一个 不是浏览器的问题 因为他们那边会转 像比如说好像apple mail 他们就可以支援 但是像gmail就没有支援 那如果就算我在那个 就算我在Mac里面登陆gmail好了 那它也没办法正常显示 那我有去研究过它收到的这个码 它是被转换过的 包括我的class名都被转掉了 对 然后有一些我的style 它可能都重写过 有一些还被拔掉这样子 对 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我要再回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还没有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对 好 那就 呃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就 这样吗 好 那就 就谢谢大家 是说我突然想到那个 我给大家业配一下好 因为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从那个 志工平台那边才想到的 然后那个刚刚有问题的同学 我在想你可能 可以就是 另请高明 这样 你看哦 它拔掉之后还有办法 OK 好 就是 呃 大家可以进到这个 volentia.coscop.org 然后这边有一个订阅电子报 然后这边有一个订阅电子报 这边 订下去 然后它这边就是 可以订阅电子报 所以如果你对coscop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订阅 然后 呃 就 就这样 好